如果邻居家门前出现这么一只体长将近180公分的鳄鱼 您会怎么做 这位美国男子竟然用垃圾桶对付鳄鱼 把垃圾桶盖合起来的这一刻周围响起热烈掌声 捕鳄男波兹是名退役军人 他集中生智把垃圾桶当捕鳄神器用 也解决了鳄鱼入侵社区的危机 尽管成功抓到鳄鱼 不过波兹后来还是到池塘放生 这段超狂捕鳄画面在网路疯传 也让他一戏成名 只是这样用垃圾桶抓鳄鱼的举动 却让佛州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不开心 当地政府还幽默说 鳄鱼属于不能放在栏盖垃圾桶的非回收物品 下次如果遇到鳄鱼危机 还是找专业的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人员来处理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